今天我要再送你第二項禮物 就是一個襯子 賈市長 身為首都市長 你要自我期許 四個字 我心如襯 要公正地襯量各項市政建設 十一柱形的重要性 然後做好資源分配 我希望你能夠收下好好的思考 謝謝議員兒 我心有著想 我會很想念議員 我希望議員可以繼續在議會 嚇我一跳 我突然想到何委員 對不起 議員好 小市長 柯文哲啊 說他把所有的計畫都幫你寫好了 他叫你不要亂鬥 他要你可歸講誰 那這五個多月來 我也聽說 你身旁都是 爹媽派 公媽派 的太子少保 圍繞著你 那這些太子少保 他們幫你做決定 甚至 連你所有的談話 都必須按照他們的談餐 所以這樣我看來 這五個多月來 你是喔 這個 打安全牌的太平市長 那你施政沒有亮點 那你施政沒有亮點 我記得你 第一次來做施政報告的時候 當時 我送你一樣禮物 我說 要做好 施政的第一步 就是要酸井市府團隊的螺絲 所以我送你一把螺絲起子 今天我要再送你第二項禮物 就是一個秤子 一個秤子 就是 蔣市長 身為首都市長 你要自我期許 四個字 我心如秤 要公正的 秤良各項市政建設 資源分配 的重要性 必要性 市政資源有限 要公正的秤良出 緩急輕重 要摒棄黨派思考 要放下 藍綠白成建 要公正無私 要當全民市長 要 我心如秤 所以今天本小組 我們會針對 我們臺北市民的 十一住行 食安 醫療 居住 交通 來 跟你要求 你要 我心如秤 要公正的 燦良 各項市政建設 十一住行 的重要性 然後做好 資源分配 我希望你能夠收下 好好的思考 來 建議 建議 具有 的 謝謝 建議 你能夠收到 我會很想念議員 我希望議員可以繼續在議會 嚇我一跳 我突然想到何委員 對不起 嚇一跳 嚇一跳 抱歉 我擔任講師 對你上的第一堂課 送你的第一份禮物 就是一支螺絲起誌 讓你放在市場市 提醒你 要做好市政的第一步就是 酸緊螺絲 酸緊自己的螺絲 酸緊市府團隊的螺絲 這支螺絲起誌很可愛喔 今天是蔣市長 第一次到我們議會來施政報告 上任至今 三個半月一百天 蔣市長 你的偏聽啊 這個 成就了一位市府顧問 成為太上市長 結果讓兩位副市長 成了長工跟丫鬟 整個團隊亂了套 從你 拖延里長座談會 從你取消成會 開始 欸 局處長 他們已經開始啊 顯現了他們逃避 虛應一應的心態 已經非常明顯了 你看從 這個 台灣燈會的亂象 從捷運工地的公安問題 一直到 這個殯葬處 他們 的 一些弊案 還有 嘿 兩個月前 地政局長啊 到社子島開發說明會 竟然 拔腿就跑 肉黃而逃 這些狀況 在在的顯示 市府團隊 羅斯松啊 然後 蔣市長 在六都 滿一度 墊底之下 嘿嘿 蔣市長 你竟然 還能到小巨蛋去 熱情望我的飆舞 你的羅斯葉松啊 所以今天 我擔任蔣師 對你上的第一堂課 送你的第一份禮物 就是一支 羅斯曲子 讓你放在 市長市 提醒你 要做好市政的第一步 就是 拴緊羅斯 拴緊自己的羅斯 拴緊市府團隊的羅斯 這支羅斯其實很可愛喔 有六種不同的尺寸 可以拴緊不同的羅斯 我示範一支 你看齁 其實蠻好用 其實蠻好用 蠻好用 我 我就把它送給你 放在市長市 放在市長市 超市長市 他們在市長市 他們在市長市 也在市長市 每個市長市 都在市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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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 都在市長市 好 對 好 谢谢王世杰一员